一袖素衣最狂舞 一缩烟雨 任平生 大家好 我是大侠九头 俗话说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往往只是一句无心之语 却没想到 无意之间 一语成衬 我们一般称呼这种人 为预言帝 在武侠世界中 当然也不缺乏这样的人 他们往往谈笑风声间 就精准地 预测了人物的未来 和国家的大事 让人叹为观止 引人入胜 往往每读一遍 就会有新的发现 让人不禁感慨 金庸先生 草蛇灰陷 手法的强大 可能有观众要问了 什么是草蛇灰陷 就是比喻事物 留下隐约可循的 线索和迹象 通俗来说 就是将伏笔 在不经意间留下来 往往不会引人注意 但却又让人细思极恐 本期九头 就给大家盘点下 书中哪些 金庸先生 留下的伏笔 一 郭湘 在神雕侠侣 第三十八回中 郭湘被金伦国师抓走 一路上和他斗智斗勇 在半夜逃跑之后 却被金伦国师戏弄 偷袭之下 点了金伦国师 一十三处大学 还在他身上放了四块几十斤的巨岩 只是没想到 金伦国师竟然解开穴道 脱困而出 文中描述道 国相见他眼珠转斗 沉吟不语 当即下马 说道老和尚的本领当真不像 就可惜不做好事 国师笑道 你既羡慕我的本领 只需拜我为师 我便将这一身功夫尽数传你 郭湘 刚才一道 呸 我学了和尚的功夫有什么用 我又不想做尼郭 说这句话的郭湘 当时还是个聪慧可爱 人见人爱的 十六岁的小姑娘 谁知道后来 寻遍了中原各地 苦寻杨过二十余年 也没有找到 这个年幼时的大哥哥 郭女侠走遍天下 找不到杨大侠 在四十岁那年 忽然大彻大悟 便出家为尼 一天屠龙记 从十六岁到四十岁 当年潇洒的小姑娘 终于还是大彻大悟 在峨眉山顶 望着云霞 不老终生 出家 当了尼姑 二 忽必烈 在神雕侠旅第二十一回 襄阳熬兵中 忽必烈久攻襄阳 不能取胜 而后以武士兄弟为把柄 邀请郭靖 前往蒙古大帐做客 一来是想让郭靖 重新归于蒙古 好让自己 兵不雪刃 拿下襄阳 二来也是既策不成 便围杀郭靖 只是没想到 郭靖凶中 忽必烈到 愿听 叔父教诲 郭靖插手说道 我南朝地广人多 崇尚弃景 君言之事 所在多有 自古以来 从不屈膝一足 蒙古纵然 一时将界成快 日后定被逐回末北 不免元气大伤 毁之无极 愿王爷三思 忽必烈笑道 多谢名将 竟听他这四字 说得言不由衷 说道 就此别过 后会有期 忽必烈将手一躬 说道 送客 言不由衷的名将 后来甚至 以名为国号 三 包不同 在少师山门前 武林侠客齐聚少令 各路英雄好汉 纷纷登场 在旧魔之用小无相公 展示完 少林七十二绝技之后 一个丐帮弟子 却重伤而来 为大家带来了 西夏招驸马的消息 包不同等四人 都非常希望 慕容父借此良机 与西夏结秦晋之后 借助西夏国力 一举光复大烟 公志前道 正是 当年春秋之际 秦晋两国 视为婚姻 晋公子重而失过 出王于万 晋木公发兵 纳之于晋 促成晋文公 一代霸业 当然 公志前 只是拿晋文公 来做个比较 只是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包不同说了一句 公子爷做晋文公 咱四兄弟 便是胡毛 胡眼 戒子推 忽然想到戒子推 后来被晋文公 放火烧死 此事不祥 便急 一笑注口 好巧不巧 包不同排行老三 而包不同最后的结局 我们也知道 慕容父一掌 始祖阴柔内进 打在包不同 灵台治阳 两处大学之上 正是 致命的掌力 包不同万没料到 这个自己从小扶持 长大的公子爷 竟会忽施独手 全没防备 掌重药汉 挖得一口鲜血喷出 倒地而死 在宾死之际 两行轻雷 从夹边流降下来 他临死之时 伤心已达极淀 结局和戒子推一样 死在自己 效忠君上的手里 四 穆婉青 南海恶神 在天龙八部中 穆婉青与段玉 一起回大理 先后碰到了段玉的母亲 刀白凤 和父亲 段正纯 两名骑手向旁让开 一个紫炮人 骑着一匹大白马 迎面奔来 贺道 玉儿 你当真胡闹 累得高叔叔 身受重伤 瞧我不打断 你两条腿 穆婉青吃了一惊 心道 哼 你要打断段郎的腿 就算你是他父亲 那也绝技不成 见着紫炮人 一张裹子脸 神态威猛 浓眉大眼 凛然有王者之相 见到儿子无恙归来 三分怒色之外 倒有七分喜欢 穆婉青心道 幸好段郎的相貌 像他妈妈 不像你 否则似你这凶爸爸的模样 我可不喜欢 无巧不成数 同一日夜晚 南海恶神 在王府中寻找段玉 随口便说了一句 老的武功倒很强 小的倒是一点不会 我就不信 你们是爷俩 郑文还没写几章 战神肖风还未曾出场 秦庸先生 就已经借着穆婉青 和南海恶神的嘴 将段玉的结局 安排得一清二楚 这样的草蛇挥腺手法 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结果段玉 所有的心上人 都是他的妹妹 心痛之余 又经文自己是段玉庆的儿子 真是不知道 该高兴 还是该悲伤 五 郭靖 杨国问道 郭伯伯 你说襄阳守得住吗 郭靖沉吟良久 手指西方 郁郁苍苍的丘陵树木 说道 襄阳古往今来 最了不起的人物 自然是诸葛亮 此去以夕二十里的龙中 便是他当年 耕田隐居的地方 诸葛亮治国安民的才略 我们粗人也懂不了 他曾说只知道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至于最后成功失败 他也看不透了 我与你郭伯母 谈论襄阳守得住 守不住 谈到后来 也总是只说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八个字 神雕侠律 这是郭靖回答 小杨国 襄阳能不能守住的问题 郭大侠一番语重心长 说起来也就是八个字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后来襄阳城破 郭靖黄荣 以身殉果 真的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其实以郭靖和黄荣的武功 要走 根本没人留得住 这是他的信仰 为了百姓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 所以说 大侠很多 巨侠 只有郭靖一个 六 黄荣 在射雕英雄传中 黄荣和郭靖听红七公 讲丐帮的事情 红七公说 打狗帮是丐帮帮主的象征 黄荣伸了伸舌头道 亏得你没给我 红七公笑问 怎么 黄荣道 要是天下的小教化都找着我 要我管他们的事 那可有多糟糕 后来我们都知道 红七公传授黄荣 打狗帮法 让他接管 丐帮帮主之位 成了这天下 最大的乞丐头子 还得解决丐帮 乌一派和靖一派的 内部矛盾 七 愚人炎 笑江湖开始的时候 于沧海儿子愚人炎 调戏良家妇女 大好青年林平之 打包不平 愚人炎一伙 以生命做代价 出言调小林平之 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 倒真勾引的人 要打架可还不成 小花旦倒还有两下子 小兄弟 我越瞧你 越不像男人 准是个大姑娘 乔装打扮的 你这脸蛋 又红又板 给我镶个面孔 哥老子 咱们不用打了 好不好 果不其然 后来林平之 自攻恋戒 看看他找 清澄派的复仇景象 他一进草棚 令狐冲便闻到 一股浓烈的香气 但见林平之的 肤色考究知己 显示衣衫 都熏了香 帽子上 坠着一块翠玉 手上戴了只 红宝石戒指 每只鞋头上 都缝着两枚珍珠 直视家财万贯的 豪富公子打扮 哪里像是个 武林人物 只见他从怀中 取出一块雪白的仇帕 轻轻抹了抹脸 他笑貌俊美 这几下取胖 抹脸 抖衣 简直便如 戏台上的花旦 这其中的原因 九徒相信 大家都知道 只是愚人炎的 卧丑玩笑 居然一举成衬 莫非 愚人炎 看到了未来 当然了 无论是预言帝 还是一语成衬 都是金庸先生 高明笔法的体现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武侠世界中 金庸先生 处处给大家 留下了线索和暗示 他的草蛇 灰线笔法 让人敬佩 书中还有更多的线索和暗示 限于篇幅问题 九徒在这里 就不给大家 一一罗列了 如果你们有更多发现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一袖素衣最狂舞 一缩烟语 任平生 我是九徒 我和我的狭盗故事 还都在路上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